看看我們家侯昌明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以為他對這個行業還有熱情嗎 早就沒了 你們知道他私底下跟我說什麼 他說他最想要做的 可是你們看看他這樣 他還有市場嗎 他賺不到錢 他的女兒要去美國了 他要付學費 他去到AV男優 他拿什麼錢來養家 所以他不行 當然如果你說我錢賺夠了 你也再也不用考慮錢了 還有其他因素啊 還有責任 不然你覺得胡瓜嚷嚷著說要退休了 退休了怎麼現在還在主持呢 為了他的節目 為了他的團隊 陳時中在疫情期間呢 每天出來開記者會 你以為他還有熱忱嗎 沒有了 你看他轉換跑道出來選 有比較好嗎 那白隊可能會說 跟我們聊夢想一點不太 不切實際 那我們就來聊聊工作的熱忱 那我們來聊聊我們的司儀 是我們喔 是的 大家有看我們這個節目的記者會嗎 記者會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停掉眼球中央電視台啊 他就說 他沒有納成啦 他要轉換跑道啦 我們贏啦 謝謝 謝謝波波 幸福來的好圖人啊 是 但是轉換跑道呢 我們也不要想得太困難喔 意象上跑道它都在體育館裡面 這意味著轉換跑道不是要你從這個公司跑到那個公司 你也可以升調到這個部門到另一個部門 就好比是個職人劇 人選職人 照浪者 謝宇璇他有出來選 他也可以退居幕後來輔選 不同的工作性質給予他不同的養分還有火花 我來出賣一下亞蘭 他所經歷的一個過程 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就非常會穿搭 挑選衣服的眼光大家都按讚 所以在多年前他從演藝圈轉換跑道去經營他最有熱情的服飾生意 儘管背後有我的協助 但是光他個人的部分 每個禮拜他要挑選新品 他要當model拍照 他要修片 他要上架 經過幾年下來 他的健康亮紅燈了 怎麼說呢 我來算給大家聽 每個禮拜拍一次照片 一次40件新款的衣服 連續6年 總共312個禮拜 12,480件的新款衣服 照片的數量超過15萬張 到最後他看到鏡頭 他已經不曉得要怎麼擺pose了 他看到衣服就想吐 他才一想到我要進公司拍照了 他就恐懼 一度真的得到恐慌症 他還一度跟我開玩笑說 如果有一天 他沒有穿衣服走在路上 叫我不要感到驚訝 我想講的是 全民旗辯論會 評審有一個非常強調的規則 叫做一致性 代表說一致性沒有的話 就是四分以下 一致性有的話就是六分以上 你們兩個前兩半的一致性 已經開始有點奇怪了 我覺得應該要四分以下了 那我們 我們這一方的一致性非常的好 我們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講完我們四個人的論點 就是人沒有夢想就是鹹魚 轉換跑道沒有很難 這句話的論點我接下來做補充 對方認為說 轉換跑道是一件很高風險的行為 但留在原本的工作就比較安全嗎 美國就會報告指出 光是今年的五月份 今年的2023年五月 一個月就有超過40萬人 因為AI被裁員 這些被淘汰的 還不一定都是底層的工作 天下達人甚至指出說 像是會計師 醫師 律師 這些高度專業性的工作 都即將被取代 像現在美國開發出的AI醫生 病人只要是讓AI醫生 輸入病症 就可以拿到處方藥 更不用說 AI自動生成文書報告 像缺LGBT大家都在用了 就不用我贅述了 我想問對方的就是 這些AI淘汰現在工作的現況 就擺在眼前 你們要怎麼保證 留在原本的工作崗位上 就可以照顧父母 就可以照顧小孩有責任呢 我才是中年 好不好 那麼當然謝謝你鼓勵我 朝AV去發展 但是我要告訴你是 一廂情願的熱情 跟市場接受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失業了 沒有人要我 我放下所有一切 我沒有收入 我設的工作通通都沒有了 請問你要給我錢來養家嗎 請回答 我跟各位講 不要再一直講中年的定義 你知道中年這件事情 是隨著時代在浮動的 在十八世紀 基本上是我們那時候 平均年齡才六十歲 他三十幾歲 他已經是中年了 所以不要再跟我講中年的定義 基本上我們就告訴各位 如果沒有熱誠 你就應該轉換跑道 你們一直告訴我說 這件事情 東線至西線之溪 再告訴我 為什麼你們拒絕進修 不願意進步 這樣的價值 你們一直推崇 告訴我 好 請你不要顧步之鋒 一直活在過去 現在就是現在 請用現在來回答中年 來 我想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說 如果說你沒有熱情 你在工作崗位上 你其實等於就是歸零了 我想要請問昌明哥 如果今天你的女兒 或是你的兒子 告訴你說 爸爸 我已經到這個階段 我已經完全沒有熱情了 難道你要跟他講說 沒關係 你就繼續下去 就 你要當這樣子的一個爸爸嗎 請回答 好 我告訴你 孩子還念秀 我們讓他勇敢的著夢 因為他們有家庭要負擔 請你還是回到中年的主題 謝謝 好 有點混亂 我們整理一下評審最喜歡的 一致性好了 我方的論點就是一句話 人沒夢想就是鹹魚 轉換跑道沒有很難 但你們反觀 一棒說年紀大 二棒說工作壓力大 三棒說賺不了錢 你們可以用一句話告訴我 你們論點是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講的 並不是說 完全沒有熱情要去死 而是有一個 綜合考量的因素 熱情不是唯一的標準 其實我舉一個例 徐乃琳投資過一對副業 全部都慘派 慘賠收攤 開什麼倒什麼 他除了輸不起乾拌麵 聽起來就是輸慘了 不要羨慕別人花開得早 要努力讓自己花開得好 這句話是關小文說的 我就想問一個問題 你如果都中年了還不開花 你什麼時候要開花 你是鐵樹嗎 我在科普一個小知識 鐵樹也會開花 所以中年了你也應該要開花了 再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們可能一直說 轉職的門檻太高了 中年不適合轉職 可是門檻要幹嘛 門檻不就是拿來跨過去的嗎 不然啊 為什麼叫門檻啊 你去進寺廟的時候 也知道要跨過那個門檻啊 你去咖啡廳的時候 咖啡廳店員告訴你 我們的門檻是一塊小蛋糕 那轉職的門檻 不就也是 a piece of cake 嗎 這就是轉職的門檻啊 只要你想要做的事情 沒有做不到的 再來我覺得很常 別人會講說 我們要跳脫舒適圈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很不喜歡這個概念 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 我們應該要建立自己的舒適圈 去找到一個新的舒適圈 無非能夠到終點是 因為他命夠長 有些關卡 有些門檻太高 你跨得不好 會卡當 進退兩難 今天這場比賽我非常緊張 我非常害怕 害怕的不是輸 我是害怕大家被黑隊所洗腦了 因為他們的熱情 你們覺得啊 轉換跑道是如此簡單 我現在用一個簡單的理論 叫做展望理論 人性對於優勢 會選擇躲避風險 而對於劣勢 對於不好的事情 會選擇追求風險 怎麼說呢 大樂透 中獎機率千萬分之一 唯無極為 你會去想買那張彩票 你覺得你就是個lucky guy 而COVID-19的中獎機率 確診率是39.2% 你卻覺得我不會那麼衰 應該不會中獎 結果呢 你供估又確診